化妆水来替脸部肌肤做保湿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说使用化妆水的方法错了 不但没有保湿效果 反而会让皮肤变得更干呢 来看看爱美的东京女生怎么用化妆水 接反发现半数以上的人都用拍打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正确吗 来做一项实验 先在半边脸用沾满化妆水的化妆棉拍打肌肤 另外半边脸用按压的方式 然后又一种可以看到保湿效果的特殊摄影机拍照比对 会发现用按压方式上化妆水的半边脸变成了蓝色 这就是水分渗透的证据 另外用拍打方式的半边脸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 可见水分根本没有留在脸上 会这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用拍打的方式 化妆棉跟肌肤接触的时间会太短 所以不如按压来的有效果 再用高速摄影机来看看用拍打方式上化妆水时会变成怎样 您绝对没想到轻轻一拍脸部肌肉竟然会出现如此剧烈的震动 这表示拍打的方式对脸部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当然也会影响到保湿的效果 再用显微摄影机来看看 画面左边的肌肤使用的是按压的方式 肤质看起来水嫩水嫩的很漂亮 而右边用拍打的方式 皮肤颜色惨白没有光泽 而且还有白色的皮屑 这就是皮肤细胞受伤 边缘往上翻的证明 这样一来水分反而会从细胞边缘跑出去 让皮肤变得更干 所以正确使用化妆水的方式 其实是用按压的而不是拍打 妇女朋友们在使用化妆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